第四十七集,大概是太久没有使用灵力的缘故,蓝湛封印完沉情,眼前突然一黑,迷迷糊糊中,听到有人在欢呼雨停了,雨停了,雨,真的停了,亦是比身体先醒了过来,蓝湛听到了有人在他耳边说话,声音很轻,似乎是在低声呢喃,师父,我要睡觉了。 答应我,明天早上,我们一起醒来,说完,感觉有人亲了一下自己的脸颊,然后在他身边躺下,十分乖巧地不起不夸,只是轻轻握住了他的大手。 眼皮子上,有光不断跳跃,蓝湛在心里苦笑一声,自己居然出现了幻觉,能够真实地感觉到,那个软弱娇称的小家伙,就在自己身边,一定是梦,是自己太想念那个小家伙而产生的错觉。 明知是梦,蓝湛也不愿意醒来,他暗暗祈祷,这个梦可以做得久一点,再久一点。 周围的世界,一片寂静,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,只有山蓝吹过时的宁静与寂寥,耳边是魏无限的呼吸声,规律而绵长,落在耳里是那么的清晰,那么的亲切。 师父,师父,睡迷糊了的魏无限,下意识地往蓝湛怀一拱,整个人都要和人贴在一块。 小脑袋也一点点移动到蓝湛的锁骨处,心满意足地蹭了蹭,再次沉沉睡去。 师父,抱抱我。 嗯,蓝湛在心里答应着,想要抬起自己的手臂,将自己心心念念的人儿,牵在怀里。 结果,徒劳无功,梦漫长而温馨,蓝湛能感受到身边的温度,能清晰听到魏无限在睡梦中哼哼唧唧的声音,不知不觉中蓝湛也跟着陷入睡眠当中。 耳边有鸟鸣传来,很久没有睡得这样沉寒,蓝湛缓缓睁开眼睛,若目不再是医院里特有的白色,而是绣着姑苏蓝湿卷云纹的浅蓝色床脉,有风吹过,同色同款的窗帘,在晨光中轻轻咬夜。 这里,是静视,这个梦,还真的是百分百还原了静视里的画面。 师傅,未无限一语着不知自己身在何处,只是凭借本能攀缠在蓝湛胸口,蠕动到自己最舒适的位置,然后继续含睡。 小家伙的头发,被他拱成了标准的鸡窝,中衣松松垮垮地套在身上,露出修长的脖梗和一小半白皙嫩滑的肩膀,借着窗外的晨光。 蓝湛能清楚看到魏无限侧脸上残留的口水印,以及微微嘟起的薄唇。 心头最软的地方,一大清早就被怀里的小天使给击中,蓝湛都舍不得眨一下眼睛。 这个梦,太过真实,胸口的重量都让他感到踏实。 魏英,我好想你。 心念所致,蓝湛的两条胳膊,本能就想要将人拥在怀里。 他报道了,真实到让人不敢置信,温暖到让人忍不住站立。 他回来,真的回来了。 不再是那一抹透明的游魂,而是真真实实的自己。 魏英,想到这里,蓝湛激动莫名,情不自禁地开口,呼唤他最爱之人的名字。 那颗始终飘忽不定的心,在这一刻也重新找到了归宿。 嗯,师傅,你好吵。 吵。 哦,啊,师傅,你醒了,你真的醒了。 正在与周公对弈的某人,前一刻还在嘟嘟囊囊地抱怨,蓝湛扰人清梦,后一刻瞬间清醒,陡然拔高的声音,将窗外之头的小鸟都吓了一跳,慌不择路地展翅飞走。 嗯,啊,啊,太好了,师傅醒了,我师傅醒了。 静视力,回荡着魏无羡兴兴奋不已的尖叫。 师傅昏迷不醒的这段日子,魏无羡想尽了法子,甚至默默祈祷,愿意用自己的寿命,帮师傅寻命。 数不清的夜晚,他对月祷告,把自己的一半寿命送给师傅,只要他能快点醒过来,然后两个人携手走完剩下的往后余生。 如今,看着自家师傅那双颜色浅淡宛若流离的模子,魏无羡激动到无以复加,除了尖叫,他不知道自己还能用什么来表达。